老师也执,诸犯,愤诊的,也妇以法而行我 所以一个是残,一个就比作愧 人责骂我,都会比作愧对于他 所以一个是残 有什么的恋悔呢? 会感到很见识,怎么才会做这个愧悔 所以余内是残,余外是愧 他说可以对残悔忏悔的人就可以消瘁了 你的消瘁就可以重报亲授 这在说我们心的感受 所以原则上,果到报是先让果的授转轻 人家说有点欺贴,就是要行 行的报是报 所以够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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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欺贴人的东西也不要行 当然不要行 要行的是什么? 人家来透过种种的修法 来行坐 怎么修法呢? 就这样六度 所以其实这是要来行坐的呢? 这是在偏高的六度 那里比高的英国 一點稍微窃 冷律 例外有小梦 那我们在偏高的并 6度 冤构 有人做什么? 养靠 我才是死心 所以 恶民流露片于朱邦 生坏命中 这里很适合 当过第一人 来世报 与生 恶行是现世 后世 如是果报 师父 除生恶行 修生妙行 口意恶行 依附如是 是我们的 求甲义 也是这样 无法作业 所以 无法说 只有生业 照生业有果报 动异业都会存云 习气啊 失去就是动异业啊 虽然你生业 口业没出来 就是你异业就在心 也是会乐起的 我刚才说了 决定要去生物 习气 念头 说你 失去一夜来 世民修习三妙恨 得 事念处 清净满足 目见年比修 如是顺 深 深关注 先 刚才我们的意义 不要推到前面 现在就从前面推 往下推 所以往下推到哪里 推到讲七觉之 推到源头就是注意改 对 减到改 往下推 四念处 四念处再往下推七觉之 七觉之就是要忍一个坚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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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七觉之就是要忍坚固性 先方便 第四行底下 方便修习念觉之 念觉之就是要忍一个坚固性 的念头 不要让那个忘念造出来 常常熏在正的念头 得念觉分满足了 你比心念选择以法 然后做思量 做思量 那就是游至思维 游至思维 游至思维是责法觉知 思维要走得好 责法觉知后 方便修习什么 精进 精进就是要累积之量的 所以要善用的善巧方便 所以精进就是一种方便力 精进觉之后 心生翻识 人家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发达 往外众生做事 所以精进之后 你就越有念头有意 为代表付出 你一定 你的善不消 你没能力 为代表付出 有人想要付出 就没有 就空空的 没有薄 没有 什么东西都用不出来 你了 所以人家要主宅 还可以为他 理他 你本身一定要善巧 你善巧 要善巧 他提到 谁帮他 帮他 帮他 靠他 正心帮他付出 所以精进觉知 寻觉知 寻觉知出来 伏喜 残悦 后来 寻觉知 寻觉知 寻觉知这是伏喜 有些有随喜 有些是随喜 伏喜跟随喜 后来伐洗水洗了进入 从伐洗食料进入洗 洗的洗 舍念清静的舍 舍觉知 舍觉知的时候身心都很清安 所以伐洗食料来的有残阅舍 舍觉知得残阅 洗的去伐洗 洗觉知舍觉知 无法洗残阅后 颠阅就出来了 颠阅就出来了 这病 定觉知 这个世应该不能说舍但说清安 导书帝王这个世 世应该说清安 身心清安 生清安才立所 所以伤悉是实 这世是清安 身心清安的意思 导书第五行 从上面算下来 第三段话 休息 宜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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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习就是身心清安的意思 身心清安后 立定 所以定觉知 定觉知 定觉知后 你就会等待 等待一切众生 所以平等舍 所以七觉知的 伐子是什么 是舍觉知 同样 慈悲是舍 乌乙也是什么 也是舍 所以 这两个意思很接近的 慈悲是舍 乌乙是舍 清觉知的乌乙也是 等舍 因为等舍 看上彻底离谱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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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对 对 冤 我们说 怨亲 对我们有怨的人 我们都不会 起承了 那不是彻底离谱 所以真的要离谱 就是什么 就是 对我太难 就忘了不失去 那是彻底离谱 你看到 你看到 仇人 带上去 那是怎么离谱 这在大智多论里面 他有什么比喻 你说 无名的众生 就像是 比如说 有一条狗 人跑到 这个 一个座的旁边 结果 探头来看 看在里面 那个银子 就会飞 飞一飞 就要它咬 咬之后 咬下去 咬死 原来 这个银子 是什么人 因为 他 他之前都没有看到 他自己的面影 要看 所以 他找他 这个朋友 探头来看 那些银子 我说 我哪里是真的 要看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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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